方才诸葛公主拿出的灵药确实叫蛇圈草 但是 此灵药在上古时期却叫做青龙藤 你随便编造一个名字 就以为大家相信了 愚昧无知 诸葛公主 您和晚辈究竟是谁愚昧无知 稍后便知 青龙藤外观似蛇 远古时期名为青蛇灵藤 因为青龙的幼龙 户外以紫藤为石 上古时期便被人改名为青龙藤 1800年份的青龙藤 若拨出藤皮 其内部有18层皮藤组织 五行属土 乃是炼制数十种极品亚尊丹 必不可少之物 在18层皮藤组织内 还有一种药液 共18滴 青龙藤每生长100年 便凝聚一滴 此药液正是五行属火 乃是炼制某种极品尊丹的主灵药 极派胡言 世人皆知 蛇玄草内部的药液 根本没有任何属性 你却说是火属性 完全是凭空捏造 诸葛公主学识浅薄 就不要用您的鼠目寸光 来质疑晚辈 宁可将您口中的蛇玄草拿出来 晚辈当着众人的面 验证我刚才所说 诸葛公主 既然是验证 紫灵药可就毁了 您不会怪罪晚辈吧 紫灵药内的药液若真是火属性 本公主便承认蛇玄草 就是青龙藤 否则 你毁我灵药 坏我生育 这笔账 本公主定会找你算清 不知哪位前辈 愿意用本命真火来相助晚辈 老朽来 小娃儿 请前辈 将本命真火祭出 将火温释放到极致 可以 这是 前辈 您可以收起本命真火了 这 怎么可能 居然真是火属性 我们圣门丹麦首席都这么说了 肯定不会有错 这就表明 谭云刚才所说 居然全是真的 谭云好样的 谭云兄是对的 我们赢了神魂先攻四百四十倍 怎么会这样 是不可能 谭云 你可知这药业 有何用途 前辈 您都不知道 晚辈只是皇甫圣宗区区一名杂役 又怎会知道 好了 大笔继续 一千六百年份的复生仙草 如烟宗主拿出的每一种灵药 都另有多种灵药 与其外观极为相似 很难辨认 好在谭兄弟都能抢先认出来 实在太厉害了 第十八题 谭兄弟又答对了 二十题 谭云全都抢答对了 宗主 该您出题了 谭云 最后十题 你要再劫再厉 弟子遵命 谭云答对 还是谭云答对 最后十题 皆由谭云抢答正确 由于诸葛公主 与谭云对赌落败 神魂清宫扣除四百四十分 归于皇府圣宗 所以 本宗主宣布 皇府圣宗共计一千一百九十分 暂时排第一 汝恒仙宗共计九百八十分 排第二 神魂仙宫共计五百七十分 倒数第一 神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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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魂